大家好,我是翘妈,今天咱们来学习这款桌垫 线绕湿纸一圈 将线带出起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再绕线 这样勾长针 这样绕线 然后带出来 这钩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绕过前两个 再绕过后两个 一共要在这个线圈里面 加辫子针 加起立的这三个辫子针 算一针 一共是12个 然后自己来完成 勾到这一圈的最后一针 咱们只勾一半 不要全勾了 然后拿出换的颜色的线 然后把这个之前这个线圈把它拉紧 咱们在绿的三个辫子针的最后一针这里 印拔 将线头一起藏起来 然后一就是起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现在呢 这就是每一针里面 每一个长针里面 都要勾两个长针 这一排的重点是 这个线 每一行都要断线 因为它不断线的话 过后会有痕迹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样子的痕迹 当然你不介意的话 就可以这么样跨行用 我是每一行都要断线 再一个嘛 新手不记得也就是起立针的第三个辫子针的话 就用记号扣这么一扣 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每一个长针里面 勾两个长针 这一排的勾法就是这样 一直勾 勾完这一圈 线头能藏的都藏 不能藏的就是漏在外面的 压得很紧实了 以后就用剪刀把它剪掉就好 勾到这一排的最后一针 咱们还是来换线 将记号扣取向 在记号扣的这个位置 开始做银把针 然后同时拉紧线圈 依旧是其三个辫子针 然后咱们往后的每一针里面是隔一针 隔一针 然后在第二个长针位置勾两个长针 然后咱们要把这个多余的线都压到里面去 我每一排都是断线的 断线不断线看大家个人吧 这排的规律就是隔一针 隔一个长针 然后在第二个长针上面勾两个 就要隔一针加加一针 好 然后第三圈 结束的时候用前面的方法 然后换线 换完线以后 还是起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绕线 咱们这样的话是 从里 入针 然后往外出针 是挑这个辫子针的位置 咱们来做外勾长针 然后勾针绕一下线 然后勾针 绕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过后两个线圈 这一个外勾长针就好了 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长针 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 然后入针 勾正常的长针就好 然后下面是绕一下线 然后再从长针的 这个地方 能看到吧 这个地方 入针 从这一边出针 然后把线头一起藏进来 然后再绕一下线 带出来 勾过前两个线圈 再勾过后两个线圈 这一针外勾长针就好了 大家多练习几遍 这一排就是这一个规律 好 好 再刺激 就好 那么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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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